嗨,大家好 我现在在幸福路 就是非常有名的幸福牛肉面馆的那条街的对面 发现了一家超级超级大号的猪油饼 比我的脸还要大的猪油饼 是我们襄阳底下的一个县 南庄县的一道很传统的特色美食 它是怎么做成的 味道非常的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你这一天能卖多少额 一两遍 猪油饼 没事,谢谢 好好好,谢谢 你这应该搞一个带喇叭的那种 微信收款 土圆到账那种 这都是以前的老做法,萝莉酱 这是什么酱 玉米面酱 玉米面酱,这是猪油 对 你们家这个饼行比别的家都感觉到大一号 对 对 因为我那天从标上走我就看到好大好吸引人 那我就想过来买 到底是啥啥的 今天是头条,我是自媒体 没有 没了 没了 因为这个是比较有咱们地方特色的那种 没了 这个好吃 对 对 因为这个外地吃不到 我经常就在外地 都在这配 配的今儿才会去的沙 我看什么 是吗 我觉得你们家猪油饼给我感觉就是大 那些从来看了就大 然后去别的家买了一个 就比你们家这个小的多 对 对 如果我们这一片居民多 你知道吧 你要走的四回 哦 四回它要好吃 不然的话就走的 站不住 对 那个它好像有点像公安郭奎那种 薄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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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一吹 太阳一晒它就摇不动 是吧 太薄了 我们这个厚它就是 冷了 它也外边焦 它里边焦 对 对 你以后乱走吧 乱走的东西 这个也手工呗 手工的味道比较好 对 手工老面的 不加韧和全加剂 就这样的饭子 对啊 全的韧都要吃绿色时期 你看吧 吃辣椒吧 我都吃辣椒 你现在吃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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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整人白斤是不加仇和吃辣椒 好 两个 两个是吧 两个是吧 两个 这么少辣椒 一个都差辣椒 来 来 好 谢谢啊 好 我给一下 不要辣椒 不要辣椒 你现在开了多少年了呀 开8年了 8年了 我们在南章做了20多年 是的 我还在向阳没有吃到过正宗的南章猪油饼 不知道南章的猪油饼跟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好大呀 因为我们做的 89年的做 做的做 就是在89年的时候 猪油饼 猪油饼 嗯 看一下这个 特写一下 很厚 他们家的 不像那种公安锅葵的那种薄度 5块钱 1234 你们吃吧 八样 很焦香 里面放的是猪油 很香 上面这个芝麻 满满的白芝麻 满满的白芝麻 看这个满满的芝麻 非常香啊 这边 加大焦的好吃 你这样趁热吃 猪油很香 你们的葱花和猪油 非常香 嗯 量又很大 很实惠 味道也很好 很特别酷 好了 我们 本期拍的念头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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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